我从媒体上看到是一个高老夫球的代工厂的爆炸 那事实上人不在现场 我只能从各种得到的信息去做分析 第一个据说厂内有天然气 那因为天然气就包括甲烷跟蚁烷 是非常容易燃烧的气体 一般我们就是用来当燃料 所以如果说有大量的天然气加上火源 它其实燃烧起来温度很高 假设在密闭的环境当中 甚至会达数百度上千度都有可能 是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高老夫球内部 其实它的材质有很多的比例是橡胶 橡胶是碳氢氧化为主 所以它就是可燃乳了 所以如果在甲烷 乙烷燃烧之后 又有大量的原物料是橡胶类的话 它又等于再提供更多的可燃乳出来